出向,大家好,歡迎來到快樂客廚實驗室,我是小林同學 今天分享給大家的實驗就是四款口味的銅鑼椒 真是相當好味,柔軟而呼有彈性 怎樣捲曲都不會開裂,大家可以試試 四款口味各有所愛,每一款都很好吃 大碗中打入雞蛋,充分攪拌均勻 接著可以加入牛奶和油 充分混合,乳化作用做得好 所以鬆餅就會很鬆化,加入糖 另外這個也是主角,是我自己調配的麥芽糖水 如果沒有也可以用蜂蜜代替 這個麥芽糖水是我自己原有配方再進一步改良 出來比較香甜的 攪拌均勻之後,又可以篩入低筋麵粉和酵母 我喜歡把粉類壓低,然後左右左右放動 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攪拌幾下,然後蓋好保鮮紙 就可以送入冰箱冷藏一晚,或者十小時以上都可以 趁早上拿出來,攪拌幾下,讓它在室溫回溫一會 趁回溫的時候,可以來準備我們的餡料 我做了紫薯餡,我很喜歡 本身紫薯餡有些乾的,如果你喜歡甜的可以加點煉奶,或者水,或者牛奶都可以 視乎自己,大家口味去選擇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因為做餡料濕濕的,會比較容易埋口 大家這裡溫馨提示,大家要看完我這個示範 因為我為了讓大家看不同的示範 動用了我全家的四個鑊來示範給大家 因為不少朋友都說煎出來不太漂亮 有些小白點,或者不太柔軟 我就用了不同的鑊來煎給大家看看 看看效果有什麼不同 現在這個煎餡,我連續煎了四塊 也是OK的,我覺得還挺漂亮的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煎之前的麵糊沉澱了一晚 我們一定要攪拌均勻才倒進煎餡裡 也很漂亮,是不是? 攪拌了定點,好像現在定點的位置不動 圓圈就會很圓很漂亮 等到大概兩分鐘左右 因為每個爐具的火力都不同 大家因應來控制 現在是第二個煎餡 煎至整個餅出滿了 霧滿了這個小泡泡 就可以翻另一面 翻轉後大概煎十多二十秒就可以了 也很漂亮 這個餡的底部比較薄 煎出來會深色一點 但是也不錯 這個底鑊可能會厚一點 煎出來會淺色一點 但是也很漂亮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數字屋的煎餡 煎出來也是OK的 也沒什麼問題,也很漂亮 搞定了,大家覺得有什麼不同呢?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大家記住看完 因為我要洗四個鑊 不要浪費我一番心機 接觸食物之前 我們一定要洗乾淨的手 這是我自己設計的卡通頭像 漂亮嗎? 原本想要來做頭像 不過想一想 都是用自己的真人頭像 比較好一點 親切一點 除了我自己的頭像 當然有多拉A夢的logo 這個蜜紅豆 我也推介 這個蜜紅豆是我自己做的 我下一次會分享給大家 怎樣做的 都很簡單易做 很好吃的 現在就巧克力醬配香蕉片 也很好吃的 很香甜的 還有藍莓醬 酸酸甜甜的 中和得很好 大家想黏著嘴巴 記得按住一邊 用手慢慢按壓一下 按壓一下 就可以了 是不是很想吃一口呢? 紫薯味 我很喜歡的 咦? 只有三款 主角當然是遲些出場 這個蜜紅豆我很推薦 因為我弟弟很喜歡 紫薯味很美 咬一口 香甜 大家也可以嘗嘗 喜歡的 歡迎大家訂閱 祝大家幸福安康